師傅, 其實想知道 剛才那裡也有五、六個隊員 是 你怎麼找他們回來? 他們很厲害 可能收到訊息就知道我們 有時候他們很留意我們網站 說出的行程 所以他們早就告訴我們 他們想參與這件事 但他們是普通人 要不要計算他們的八字 會不會太陰就不要去 但太陽… 太陽 對, 太陽也看不到 要不要計算這些? 通常八字如果太陰 其實真的不要參加 因為很容易招惹到 但問題是, 如果能計算到 是怎樣呢? 它走運時, 陰也無所謂 但走運時, 即使八字很… 很陽光, 也不要去 因為你聽到, 時運低就會撞到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計算是否行運 或者那年的榴槤有沒有衝撞 會不會說我們叫做犯五鬼 這樣就會撞到 其實他們好奇心很重 實際很多時候都想參與 到底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他們是否真的想看到 我肉眼, 我真的很想看到 我想他的心理一定很想 但他不明白到有時候去看的時候 因為靈憑憑那個感覺 和每天的感覺不同 可能我們這裡坐五個人 去看到靈體, 你看 可能不同 形體不同 不同 所以大家不能觸摸到 還有我覺得他們沒有想過 萬一真的自己看到的時候 其實自己能否承受到那種恐慌 多數都說, 我不怕… 多數都會怕 但師傅, 當你看到的時候 你會否也會有點害怕 這個問題很難, 我當然害怕 師傅真的害怕 我會知道, 但我是師傅 當然要撐住, 是吧 其實靈體來說 人怕鬼得三分 鬼怕人得七分 但很多時候傳統的習慣 我們當一個人落單 即是孤單的時間 而有些不明白外來因素的時間 你其實是怕這件事 是… 你未必怕那個鬼 在你面前可能你不懂得害怕 整個範圍 是, 問題是 當你落單時發覺 你來的東西不知道什麼 那裡才會害怕 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你也有提到 那裡…為何後來那些女生那麼害怕 因為那裡明明沒有門 但他們不停聽到聲音 聽到門聲又開又生 沒錯, 他們很怪 初期大家聽到 大家都以為是… 大家聽錯了 大家忍著不說 因為怕說出來被人笑 那天大力 當事情做好的時候 他們又會說出來 一般人的話是英文說的 這樣… 他們是特意去探靈的 我經常告訴他們 當有時看到靈體的時候 只有兩件事 第一, 當是看不到 但這件事真的很難做到 很難做 另一件事比他更兇 甚麼元緣聲制都比他大聲 你就比他更厲害 但又是難做到 真正在說, 如果是否自己… 你私聞點, 練習經文 保護自己, 是吧 保護自己, 並不是代表他不去操作 如果能控制自己 不怕他 對 反而比較好 對, 但這件事… 很難做不到 很難做 我想除非是師傅 我也強行做得到 剛才師傅說過 如果你的香氣即使熄了也好 但你也帶著一個符 而且只要指示出來 就可以是… 安全 沒事, 對 但不知道是他們不幸運還是怎樣 他們真的出了點事 現在有鐵紙, 別走過去 我們別走過去 你趕快走過去 好像有鐵紙, 都沒有沒了 這麼快就有沒了 你回到哪兒去了? 你怎麼到門山了 開門就出去 你出去看那邊 你去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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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知康常識光了 對,你去看那邊 我去看那邊 不要緊 你們都不知道 本來你們有傀儡 看不出了 師父,看不出了 師父 把牙筋放進去 師父 師父… 來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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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不住了, 打不住了 真的好害怕 我們要站起來 鎮定一點… 我們站快點… 鎮定一點… 師父… 鎮定了, 慢慢來 有什麼事? 來, 先下來… 先別趕著, 先下來… 這條路進去, 阿鼻子 在哪裡進去? 這條路進去 出發, 但我們現在的鄉沒有了 還有傳統怪… 我都不玩了 不怕… 不怕… 過來這裡, 看著 在今年七, 哪裡? 師父… 我們自己衝過去, 我全部過了 阿鼻子, 你過去看Richel 馬上過去, 馬上過去 你過去, 你過去Richel Richel 師兄 我們在這裡等…我們在這裡等你… 我看見一隻手嚇死了 不行, 腳軟了 Richel 師父 喂呀 怎麼搞的? 怎麼這次沒有屁股? 在這裡… 師父… 師父… 哪裡? 師父, 這裡 哪裡? 這裡… 怎麼樣? 什麼? 我的腳也要穿上去 把香關掉 剛才聽到有聲音, 然後我走出去 先走, 先下去 然後把香關掉 先下去 看到人的樣子 我說腿好像很鼻子, 很硬 就是在那個公仔那裡 剛才我們停在那裡 在礦文那裡, 很吵 就在那裡了 我們上去, 要是你在這裡等我 我們是齊飛 抓到那裡 有什麼事? 抓到我們 把師傅帶他過去 馬上抓他們 他們在哪裡?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馬上叫他下來, 找人叫他下來 把師傅帶回來 阿智, 幫忙上去上面, 帶他下來 好 謝謝 師傅, 師傅叫酒吧 師傅叫我 是 你們有沒有搞錯? 叫人離隊的那個女生 自己是傻子在下面那裡 你們走了, 你有沒有搞錯? 你們走了 你們去保護他, 現在出事了 剛才你… 你自己走了 我告訴你們是怎樣的 剛才那個女生說 我剛才在那裡 頭頭頭什麼?頭頭 我都說了給你們聽, 危險 下去…下去再說 阿老, 收了符號嗎? 收了, 請我帶 還有十分鐘, 指示 馬上請他離開這個地方 走 師傅, 剛才看到我們說 他們明明是那座別墅沒有門 然後就不停聽到有門聲 那個是… 其實那個是別墅那邊 因為別墅那裡蓋了 一半又沒有再蓋 那裡沒有門沒有窗 政府大樓那裡還有一些舊的 但其實最危險和最陰靈、最重的 其實就是別墅那邊 就算政府大樓那邊也很厲害 因為之後那個女生哭得好像… 沒錯,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 因為她最初自殺的 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有另一個比較邪門的地方 會不會在一段時間後 她就慢慢走了 那地方就會…沒事了 如果是這樣, 就非常好 但通常零, 當一個人自殺 或者是她不自然死亡 即是無緣無故死亡 意外或者自己… 對, 意外 她來說, 她的怨氣和執著 最重要是執著 執著就是在這裡, 她還不願意離開 所以這是最難搞的 其實那個時間會不會… 簡直是過百年或二百年 會很久, 加上她在這裡的時間 你別說了, 從另一個角度 當她門也好, 什麼也好 她找一些替身 或者找一些差不多自同道合 想死… 意志很弱的人, 她會聚起來 即是會令她在這個地方自殺 還有一些香港過往 所謂香港過往也有種感 只不過被她的負能量吸引了 她就走過來 一起… 聚起來… 對, 聚起來就越聚越重要 我想問剛才Rachel她們 她那個是別墅還是政府大樓? 她那個是別墅, 但你有留意她 因為她們三個女生, 第一個男生 所以她們就陰氣重了 陰氣特別重 到最後不是說那支香已經快熄 會不會影響到她們的陰氣? 當然了, 因為我說… 香有兩種情況 總是引路, 還有一種是保護性 因為我們看到我寫了花紙 其實我下了咒語, 就有保護性 如果香遇到靈體過強或侵害性 她就會認識, 她叫搶火 搶火就認識, 一認識就可能 接下來的靈體 一個不知, 兩個不知, 三個不知 我終於很厲害 沒錯, 如果你不認識, 就越來越重要 這些靈魂, 其實是觸摸到人類嗎? 當它和你的感覺很接近 如果意志比你強 你會感覺到實體能碰到你, 摸到你 但如果它是弱的, 未必只是給你感應 不是說…要是逢鬼走在你那裡 我們也會說, 不是這樣 很不空 對 對 有沒有感覺到那裡大概有多少數量 還是…它少, 但很強 我覺得是多的 但只不過那個地方大, 它分了左右 所以看起來好像感覺少 但如果當它們兩個靈活或集中在一起 意志, 我們的人弱 可能兩邊走在中間的位置, 這樣就麻煩了 那會有什麼… 會做什麼? 會不會有什麼… 後果… 因為你們是過去騷擾了… 騷擾它 騷擾它 我們其實也很斯文 我們沒有騷擾, 意思是 我們會去到那個地方 去做一些東西, 騷擾它出來 那就另一回事了 我們現在只不過露過而已 剛才… 之前說不要穿一些顏色的衣服 剛才看到其中一個成員特地穿紅色衣服 是不是這個又算不算一種… 不尊敬 對 對他們來說 怎麼回答你呢? 因為我叫它穿紅色衣服 為什麼你要叫它穿紅色衣服? 希望它們看到吧 剛才可以看到 其實我希望有一個焦點, 有一個焦點 加上它也有些經驗 有一點經驗在這裡 我估計在保護能力裡 它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而且剛才最尾哭得很崩潰的那個人 他應該是之前沒有經驗的 而且最尾只剩下他一個在那裡 那一刻意志力一定是最薄弱的 他手上有沒有香, 有沒有東西保護自己 其實那一刻如果你不太快找到他 其實他是不是就很危險了? 對, 假如這種情況來說 第一個最容易受寧的傷害 還有最容易侵占的就是意志最薄弱 精氣神最頑皮的那個 那個女生就說 我看到有些東西, 我看到鼻子 我看到眼睛, 其實是不是真的她就… 這件事事事後發生了, 告訴我們 因為她才是當事人, 我們就不知道 但在這個地方來說, 其實不止她一個 另外, 其他女生也有感覺到 不過強勁性沒有她那麼強勁的意思 好, 師傅, 我們先談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 感秀慧和嘉蓮 還會分享她們自己的詭異經歷 想生活安定, 自然要置業 置業有很多東西都要知道的秘技 否則你買錯那間屋可能會出問題 有兩件事, 第一, 你去看屋的時間 去到門口的時間, 最好是左腳進入那間屋 因為當左腳進入那間屋 如果你覺得頭暈的, 或者人不開朗的 或者很不舒服, 這間屋會有些問題 第二, 可以帶小朋友一起去看 小朋友去到那裡, 如果很開心地玩 這間屋很乾淨 好了, 如果假如你已經找到這間屋 入住的時間, 要留意 因為你不知道這間屋以前是怎樣的 所以如果相信這個玄學, 自然要拜四角 怎樣拜四角呢? 就是找師傅, 是不是? 第二來講, 簡單一點的 就是買一份地主衣和屋契 屋契在陽間上來說 我們就說律師樓那些 但在陰間就去紙紮堡買一張屋契的紙 然後把洋人的名字寫上 說這間屋已經是自己的 燒給他, 讓他自己知道 另外, 拜四角是保留平安的 拜的時間, 最重要是把米放在屋裡 把小人和不好的東西化開了 這幾樣東西都做齊 你住的房子就會很平安 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你們本身有親身的詭異經歷 又或者你們有照片 甚至短片拍攝這些鬼惡靈異的東西 歡迎你們上載到TVB.com的網站 而我們有個網友Smarty1988 也分享了他自己的經歷 就是這間學校 以前你也曾經去過 一間很有名的鬼學校 也荒廢了很久 他跟他的妹妹和另一個朋友 總共三個人一起進去 而那天他們進去的時候 已經特地選擇下午1點鐘 還有夏天 天朗氣清, 太陽很好 但是他們到學校正門的時候 一直走進去 天氣越走越陰 沒多久去到球場 鐵絲網已經荒廢了, 破爛了 到他們真的走進去球場的時候 天氣好像下雨 還很大風, 很陰 他們已經害怕 有人提議, 不如走 但是又有人覺得既然難得來到 當然要進去走一下, 看看是什麼 誰知道他們說 經過鐵絲網之後那條石路 他們走的時候 感覺好像踩在軟軟的泥路 但其實那裡是石路 他就立刻拉著妹妹 就說我走不了, 他就大叫 然後他的手的一邊 他覺得被人這樣拉了一下 是 但是其實他這邊是沒有人的 他是走最尾的 之後他們就覺得不行了, 很害怕 所以就立刻出去了 然後他出去了學校 之後去到外面的其他地方 又發覺天氣很好 就跟之前是一樣的 而她的妹妹也看到她的手臂 有三條很紅很長的痕 其實之後才是最害怕的 因為之後她過了一段時間 她收到一個死了的朋友的電郵 然後跟她說 下次別再這麼淡玩了 所以她在想, 會不會是她這位朋友 那一刻拉她 夠了 對, 是否她給了一個啟示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會的, 靈界有時候很多事情 大家可能不相識 或是可能相識距離很遠的地方 或者是緣分的問題 你有什麼危險 很可能你會有一個朋友或親人 甚至可能有一個不相識的 無緣無故都可能會做一些動作 會令你在散打之間幫助 這個我們做了這麼久 我相信師傅應該做過這一點 我們人還要說回恩果 是… 譬如你前世、過往世 幫過某一類人 今世, 她還沒投胎 是 她看見你有難, 她會救一救你 對, Smarty1988 首先要很感謝你的分享 也覺得她很幸運 因為她跟這個朋友… 其實那裡不要去 她有這樣的緣分 幸好那一刻救一救她 對, 但這就像你剛才… 好像你的成員一樣 因為一時的好奇 很邪門, 有時年輕一輩 真的很喜歡挑戰 要弄清楚靈界的東西 我們去探討的時間 你看我們也很斯文 不會說去大羅大古這樣做 因為有些做你去挑釁 不尊重她, 其實出事就出事在這裡 如果真的要去探靈 我覺得有一個方法 其實用一些元寶 用一對蠟燭, 一包香煙 不要用點的香 不用燒, 去到門口, 扔下 代表什麼呢, 這個是… 這個就是路過 亦都是我小小見面禮 對的… 其實兩位嘉賓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嘗試玩過 有過這樣的經歷? 有的, 剛才我所說 我自己在藍田長大 很多在山的時候… 那些山, 我們經常走上山玩 沒有東西玩 那些是防空洞 是的 很多的 很陰 對, 我們一群年輕人 沒有電筒, 沒有錢買 拿著蠟燭 最不敢走就是後面 永遠要走中間 很害怕的, 因為很黑 你進去後, 有什麼東西呢 一走進去後 已經很涼涼, 像雪櫃一樣 你走進去後, 什麼都看不到 就算蠟燭也看不到 但是一直很安全地 我們去過很多個 我們都沒怎麼遇到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但是永遠走最後那個 永遠都覺得好像有人想追求你 不知道是自己緊張還是什麼 我心理的作用也有一點 對, 所以其實那些防空洞 是否真的… 那個陰味很重 很陰 當然, 防空洞通常來說 以前說是用來避難 是… 其實它是在深山或是在滑洞 是 凡親地洞的東西 我們都是當一個通暗陰間的路 其實那個根本是一個門口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很進入的 如果在東北、西南遍開 就更加大件事 沒錯 即是東北西南… 俗稱是鬼母 鬼母 西南就是地戶 譬如嘉蓮, 拿一支蠟燭 我經常覺得蠟燭好像是… 蠟燭 蠟燭一點 對, 會不會不太好? 小孩子不懂世界 那時候我想靈體也不會怪他 剛才我聽到那個故事 其實立刻令我想起 以前我中學發生過的一些… 不是我發生過, 是我身邊的朋友 有一個朋友自己開電單車 然後約了朋友 然後就炒車死了 然後靈魂就不知跑去哪裡 然後家人都哭了 然後就想找他的靈魂回來 就一直丟一些東西, 他的遺物 一直丟他 引他回家 然後他去了找那個朋友 然後那個朋友真的 在他的家門口看到他的靈魂 因為他的靈魂真的去了他那裡 那有沒有立刻做些什麼? 是害怕的, 那一刻呆了 不過之後就沒什麼 那有沒有立刻… 隨便通知他… 因為我們那裡只要有這些東西發生 就立刻會找法師 或者什麼… 他們那邊很順利 我們很快就會處理好這些東西 因為以前甚至乎我們有聽過 有些…馬拉人也有很多 就是說那些人是…一半人 一半是類似殭屍的 我沒聽過 是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 我們不要… 這個很新 真的有, 很久以前 然後不斷捉人 還是捉小朋友, 吸血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學校附近 不見了很多小朋友 真的, 然後又有試過找到 找到一條絲, 接著又沒有血 它是日後也會出現 它不單是晚上出現 所以那時候我們不敢周圍 真的會很避忌, 真的會很… 我聽過在異莊的地方 發生過這樣的事 尤其專門是捉小學生 對, 我們是學校 為什麼專門捉學生呢? 小朋友的靈體比較靜點 乾淨 另一方面也沒有那麼多雜質 我聽過有發生的 不是它一定會走出來 是它會引起那些小朋友 走到它那個地方 走到那個地方去刮那些東西 以及去找 你怎麼做小朋友去找他 是 我聽過這個, 我一定去追蹤它 這些是否有些是遷就 或者一定是下降 突然吸引小朋友去, 有關係嗎 馬來西亞有一件事 有很多他們的傳說 對… 總之跟中國又有一個分別 很大分別 他們又有另外一種… 你說他們迷信傳說也好 但他們的人很相信 我甚至乎有一個好朋友 因為他們家人得罪了另一家人 然後他們偷偷地在他們家的地上 賣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是小朋友的屍體… 屍體…什麼都有 然後導致他們一家人 在那幾年, 那段時間一直很黑 發生了很多事情, 很恐怖 後來他們請了一些人過來 才知道有人在你們家門… 在你們的屋檢放了一些東西 才立刻刮出來, 很恐怖 因為他們的鋼頭 還有他們的茅山術都很重要 他們在中國傳過去也有 其實他們在中國傳過去 但是他們改良了 因為他們是比較懸恥一點的 他們是思思維尼哥 所以他們做一些東西 就比中國學回來 有時候更加陰面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們有沒有吃過馬拉人夜漿飯 我知道… 馬拉人的雞, 辣的雞 我家附近有一間很出名的 買得很好, 全部爆炸了 後來發現, 人們下了鋼頭 用女人的衛生巾放在裡面 然後令他好吸引 好嗎? 這是一個咒 沒錯, 比用大麻 當然是大麻汁 做這個人是否真是一種業務 自己做一種業務 如果他相信這件事, 他就不做了 有些人很缺德 他為了賺錢或負重的目的 他不會理你那麼多 我們只是聽秀會說了少許 我自己也很高 馬來西亞 還有很多 甚至馬來西亞有賭場 然後進去賭場 我們也有… 一定會有 所以為什麼賭場會這樣… 也會有些東西在裡面 所以我是… 師傅, 你這次… 今天才是馬來西亞之旅的第一站 即是接下來馬來西亞之旅 有很多不同方面的電影 跟我們分享 可以這樣說 所以真的要密切來看 今天我們很感謝幾位嘉賓 包括林千霍師傅 有奧嘉蓮, 還有… 真的很感謝秀會 你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有關馬來西亞這方面 這麼多不同的文化雜族 下個星期 再同一時間跟你們見面 再見 再見 我的家 這裡是我的家 你住這裡嗎? 對, 我的家 這裡是我的家 是, 而且我跟著他 這裡是個樓梯 裡面又說了 …